下次啊 我們美容編輯隨你問的影片 終於要出外景囉 我跟牛兒老師喔 一起去逛藥妝店 去找尋網路上面 流傳已久的好用神霜 到底這些好用神霜 好用在哪裡 你一定要繼續看下去喔 並且也歡迎大家鎖定 牛兒老師的最新頻道 老牛就是牛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的呢 請到呢 就是我們美妝界的一姐 Vogue的美容總監 歡迎對方 開首次啦 大家好 我是Vogue雜誌的美容總監正房 因為老師要帶我們逛藥妝店 所以我們Vogue有特別進行一個網路大調查 看看我們的粉絲到底對於藥妝店 有哪些好奇的問題想要問 那我們就進去吧 好 一起進去吧 老師 我跟你講 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有一些在藥妝店隱藏版的一些神奇 神奇小物 像神奇霜啊 神奇精華衣 那就是今天要介紹的 隱藏版美妝神小物 其中有一個其實我自己非常好奇 就是神秘的B12霜 可以純皺啊抗老啊美白 反正就是很厲害就對了 我們要找來比較像藥膏的產品 這邊這邊這邊 這邊這邊這邊 找到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對 就是這個B12 我有點存疑啦 我的存疑就是說 如果要把B12加到這麼的粉紅 它的濃度應該要很高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成分表啊 那通常我們看成分都是前面的多 後面的少 它已經排在很後面 所以 我只能說它就是一個保濕效果很好的 面霜 第二個這個成分我剛剛看到就是 水洋酸 那水洋酸正方一定清楚啊 對 就是去角質啊代謝啊 這樣皮膚比較光滑 我會比較推薦給中乾性的肌 那這一支我看價錢多少錢 這一邊松本清賣 599 那再來我們再來看看 第二個其實我自己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常去日本出差 那其實有一瓶是 也是一個美白精華液 就這個啊 對 沒錯 對就是樂敦出的一個高程度 維他命C亮白精華液 其實我不用看成分我大概可以理解了 就是說它加了很多的那種乾油啊 類似這種保濕劑 所以你會用起來會有點悶的感覺 但是呢也是因為這個保濕劑 會讓維他命C比較不會變化 因為維他命C最怕遇到水跟空氣 只要遇到水跟空氣 就會發黃就會沒效 你再來看它成分比較好了 它最重要第一個主成分 就是純的維他命C 它有這個活性的維他命C 然後有這個維他命C 又導體 還有維他命E 所以呢 這一瓶我覺得真的是 就是美白是有感的 不僅美白有感 因為維他命C它還可以幫助膠原蛋白增生 所以它其實抗老化保濕這些方面都做得不錯 那這一瓶我看賣多少錢 446我覺得還是合理 因為你現在那個專櫃美白精華動不動就三五千塊啊 那這一支聽說也蠻厲害的 這一支 因為它這個牌子其實很好解讀 就叫Retino Time Retino就是維他命A 它是維他命A的時間到了 那維他命A其實 從古至今就是很有名的一個 刺激膠原跟除皺的效果 但是其實有些品牌我出產了我也不敢講哪些牌子 但是我用過的一些專櫃強調有這個成分抗皺的效果的 通常用起來我都沒有很明顯的感覺到 那我們用這支看看好 好我們用這支看看 我擦起來感覺就是它的水分的含量很少 然後加了很多那種甘油 所以甘油這種東西擦在臉上就是很濕 你可能十分鐘之後你還是覺得有一股黏黏濕濕的感受 那這個適合誰呢 皮膚很乾的人 對通常呢 維他命A因為它只要一點點的濃度 大概0.1%你就會有感覺 然後0.5%就非常有效 那而且呢它除了維他命A之外 它加了很多現在很流行的生態啊 然後還有甘草酸 所以這支我覺得它的 那是蠻高級的啊 對就是它的配方很像專櫃 的確是蠻推薦給像老牛這種 50啊40啊 或是皮膚很乾燥的這種皮膚 但是如果說你不要偏油性的話 我會覺得你會覺得不舒服 我們現在馬上找一個人來試一下 我這個髮型師 好厲害喔 他現在在刷存在感 通常我會建議就是說你第一次擦之後呢 如果你不確定它的濃度 第一次擦的話只能擦那麼少 然後呢你盡量先擦在油的地方 然後你再擦到其他周邊 然後眼睛的部位呢 最後再點一點 讓它留一點魚味 我們最後點一點 然後你這樣試個幾天 如果都很安全 就慢慢加量慢慢加量 那如果你加到你還是沒感覺 那你就可以全臉 放心的 大量的去用 就表示說它濃度不高 而且我剛才已經看到 因為它是屬於負方的嘛 它很溫和 有效嗎 好像更安全 不是因為產品沒效啦 是因為你可能熬夜太嚴重了 好了 存在感刷完了 其實還有聽說還有一瓶 小小的神布 你要來看一下 最後一個隱藏版 對 這個 專科 其中就是大家隱藏版的就是這個 首先我覺得第一點它 梳乾那瓶CC也是 因為它也是塑膠軟管 然後成分我知道資深堂集團用的都是 美白成分是傳明酸 傳明酸 傳明酸有優點 就是很溫和 效果上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可以看到美白 如果你要比較美白的話 可能我們剛介紹的維他命C 會更快 可是我覺得它質地上 其實還不錯 有點乳液 又好吸收 而且它價錢 我來看多少錢 四百九比剛才那個貴了一點點 所以如果我的話 我會選那一支 可是年輕人的話 因為那一支插起來有點悶悶的 年輕人應該比較會喜歡這一支 這個質地大家會比較喜歡 敏感性肌膚用這一支 然後我這種老化肌膚 暗潛肌膚 沒有老師還蠻美的 乾燥肌膚用那一支 那你自己來 今天看了這四個 你比較主意哪一支 其實我還是想買回B12拿去用用看 可是你用的保養品也用不完吧 對啦 其實我再買我就天打雷尼了 因為家裡真的一大堆 VP-list等著我去試用 因為它是V總接 我們來逛藥妝店有那麼多產品要試 其實就只能試在手上 那到底有沒有效啊 擦手上有沒有效果 我的答案是沒效 因為那麼短的時間 你怎麼能夠知道它擦在你的臉上的感覺 你只能感受到說質地 質地你喜不喜歡 有一點啊 或是清爽一點啊 比多就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測效果的話 我給大家的建議是 因為既然來到藥妝店 都是因為這個 比較便宜嘛 對 比較不貴嘛 所以我以前到藥妝店 我的經驗都是說 如果我有興趣的產品 或是我看到這個隱藏版推進 因為便宜嘛 全部都買 全部都買 那你付錢嗎 不是 你全部都買呢 你全部試完 你就知道哪個適合我 因為說實在保養品喔 真的是這樣子 對我來講好用的 這個V總接呢 可能覺得不好用 對 那你覺得好用的 可能我覺得不好用 因為每個人都膚質白白快 不是這樣子單單講 然後用到你臉上 你就覺得 絕對好用 對 所以為什麼有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要做 除了做功課 還是要下一點點成本 老師老師 我看到了一個 我也是心中非常大的疑問 對 趕快來看看 來來來來 這到底要在幹嘛 就是我知道日本超流行 這種一大包一大包的面膜 這個 像抽取式衛生紙 對 想說這到底有沒有衛生問題啊 還是這是家庭號 當然有衛生問題 老師講一下 我們到底 像這種大包大包的面膜 抽取式啊 一大包 也不知道有沒有在蜜 這樣可能有蜜蜂啦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 效果上或什麼 其實這個牌子 露露露我有買過 我在日本的那個藥妝店 好像五百五十塊就買到了 那就是一百多塊台幣等於四百 一百五十多塊台幣 然後四十片 你看 四十片的話 一百五 這樣一片多少錢 那我數學很爛 三塊 三塊而已 那這邊賣比較 當然進口進來比較貴 四百八四十片 一片大概是十二塊吧 對十來塊 對 那所以你想想看十二塊 然後塞在這裡面 那我有用過這個藥妝店 其實我覺得保濕度還可以 但是呢 要小心一點就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開放式 就是說你每天抽一張 對 每天抽一張 你每天抽一張呢 空氣會進去 細菌也會跑進去 對 所以呢 它裡面為了預防你 用到一半呢 它可能細菌就這樣子 跑進去了 所以它可能會加 比較多的防腐劑 對 那如果它防腐劑加的比較少的話 也有可能 那它就會告訴你 它一定會用一個密封袋 對 感覺有夾鏈帶的感覺 所以你每天就是一定要這個鏈子 要夾 可是你也很難預保說 因為我們不是洗手洗得很乾淨 完全消毒 拿進去的 對 我們的手指頭就有很多細菌 對 所以我只能這樣講 這種東西 偶爾敷敷可以 或者說你真的是小隻小隻 非常小隻 讓你又希望漂亮 一直敷到你皮膚出狀況的時候 再說 因為皮膚真的 就像我說 每個人狀況不同 對 有人可能擺讀不清 很黏心 對 所以它真的真的可能口袋裡 扣扣有限 對 那你沒辦法 你只能選擇 可是如果你有更好的選擇的話 你當然可以選擇更好的 因為我本人很好奇 就是 水果面膜 對 它的功能有點令我覺得太神奇了 對 就是一片面膜可以做到 洗臉 化什麼化妝水吧 保濕 洗臉化妝水 保濕下地 就是保濕隔離霜的意思 對 白天只要敷完就可以出門 對 防曬就可以出門 對對對 然後還有晚上版的 晚上版 晚上版更完整 對 化妝水乳液 美容液 眼膜面膜 一次搞正 這實在是太神奇了 對 而且又口味又多 草莓 然後呢 橘子 橘子 然後奇異果 紅石柳 酪梨 對 然後面膜呢 前面的成分只有水 喔 就洗臉 一點點的甘油 嗯 一點點的酒精 然後後面就是防腐劑了 所以呢 還有美白維他命C啦 但是我相信 以這個面膜這樣的價錢來講 雖然它是 喔有喔 UAL COSMIC的第一名 但是是2017年 兩年前 兩年前 所以有沒有update我不知道 對 但是我看它的成分 我覺得 它不可能達到一次就 洗臉 化妝水 然後隔離霜 加保濕這樣的效果 對 所以我們用用看好了 我們用晚上 好用晚上 因為晚上更神奇 有一個功能 對 它就是水 乾油 一樣這個保濕劑嘛 然後呢 晚上的似乎好一點點 就是保濕劑多加一點點 還有加玫瑰水 喔 可是一片面膜 它幹嘛讓它那麼累啊 做那麼多事耶 而且才賣466塊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想太多 就把它當成是面膜 加了很多水的 一點點保濕劑的面膜 我示範給大家看 好 我拿出一片 好 我聞一下味道 喔 還好 呵呵 就橘子的相片 對 呵呵 好 那我們敷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 老師你敷嗎 我嫌小了一點 那我們找這個阿堆好了 阿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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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付錢再說 對付錢 等一下付錢 等一下自己結帳 好 然後我們把它擺上去 帽子這邊拿起來 你知道你頭髮比較少 沒有關係 呵呵 所以這個真的是 每一個地方都要節省成本耶 對 我覺得它只適合那種小臉的女生 喔 我臉大 他臉不大耶 阿堆其實臉不大 他都沒有切口齁 這邊你看 這邊就沒有切角 對 讓它浮貼 所以我說坦白了 我根本不要浮了 這樣一片 這樣子 你相信它有 化妝水 老師說的不是我說的 精華液 還有什麼 乳液 面膜 眼膜的效果嗎 然後 我不相信 好 那 那就對不起了 我不相信 我應該走到一半 提這件事 但是大家可以敷好玩 如果你真的覺得一次可以達到五個功能 那你就相信它 如果沒有達到那個功能 你應該也不會太真怪它 對啊 我們等一下問一下到底賣得好不好 好 我覺得應該不錯 我們還是要去找老師隱藏版的 隱藏版 我的隱藏版 最後的最厲害的東西出來 其實藥妝店它現在也有專櫃 就是藥妝店裡頭的專櫃 它的價錢就比較高一點 那這個牌子大家都知道 就是雪牌嘛 對 雪牌呢它有一個這個系列叫Infinity 老師是真的愛用在用 對 然後它的這個美白精華很有名 因為它就是取酸 然後加到最高濃度百分之二 所以它淡斑的這個效果不錯 那你看它的價錢啊 喔 但是你如果以專櫃的價錢比2565 我覺得如果以這個心態 而且百貨公司專櫃也買得到 嗯 這是我的隱藏版 所以老師真的用它有一些 在什麼情況之下用 還是每天用 還是有什麼驚人發現過 我大概會每天用 但是我不會全力用 我的用法我教大家 因為我其實不是那麼的愛美白 這件事 我只是要預防那個老人班 對老人班 台灣的膚色居民 所以我通常是擠出來 也就是這樣子啊 這邊 你進來一下 這邊 這邊差 對 因為班 班點跟按存最容易發現在 我們這個 就是 對 顴骨這個高一點 特別是接近法制這個地方 所以我大概都是這樣子用 欸老師是用拍 拍點拍點這樣 對 因為它才能 因為你抹拍 就抹散了 喔 對 你點拍點拍就是集中加強 加壓進去 對 然後這樣子天天用 對 對 所以你用過 用掉很多罐是不是 蠻多罐的 蠻多罐的 喔原來這是老師的隱藏版 我想 應該有很多這個吧 我也蠻多的啦 因為兵總監 只是我比較 我只是不像老師一樣 比較忠情 就是一個東西好 就一直用 我就是 我為了大家 要幫大家試 所以就是 又玩這個又那個 又玩這個又那個 所以都沒有忠誠 我還有一個便宜的隱藏版 喔好嗎 真的嗎 加碼加碼 這一支 我已經用它 用快十年了 快十年 所以它都沒有update嗎 都沒有update 這個牌子其實 講坦白它是 那個 在日本是專門賣 歐巴桑 哈哈 歐巴桑 對 所以它的包裝 你看就覺得 沒有什麼啊 很普通啊 很不炫啊 但是呢 它的好處就是 適合我們這種 歐吉桑 歐吉桑 因為怎麼說 那它到底什麼好 超保濕的 所以它的粉底呢 我覺得 不輸專櫃粉底 它這家就是 粉很有的吧 喔 它的粉都非常細 然後呢 你擦 絕對不會卡 有沒有看到 而且它是有點 潤色的效果耶 對不對 對 它這個鼻液霜 我覺得不只潤色 你擦兩層 就當底用就沒關係 對耶 所以這個 你總先試試看就知道 是不是真的是很潤 對 蠻潤的 而且 剛推開來其實有點水水的 溫潤的 而且重要的就是說 你擦上去 真的不會卡 粉痕的 不會卡耶 不會不會卡 不會卡 然後因為我毛孔比較粗嘛 所以我很怕用到那種 很乾的 對 那整個洞裡面 就一顆那個白白的粉 對 我也是這樣 我很怕 但是這支 用了十年 始終無一 然後重點是 三百三 真的很便宜 跟日本有點同步 因為日本大概是 八百塊日幣 那差不多 也不會貴多少 對 雖然還是有差 但是 這一支大概可以用半年 很耐用 好啦 今天我的飲茶版就講完了 哇 我們今天在藥妝裡挖 超感激 這個李總監的 李總監今天心情怎麼樣 我覺得我好像等一下 要滿滿多東西的 哈哈 哈哈 哈哈